我们已经看了简易翻译系统的原理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我对这个简易翻译系统做延伸 我能不能做一个既可以做音翻中 又可以做中翻音的程式呢 其实这个延伸是很容易的 原本我们只有英文对中文的字典 现在我们把它倒过来 中文对英文的字典也放进去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程式几乎不用改 不过我还是改了 因为用E和C就不太适合 因为一定是英文或中文 这个变数命名就会觉得很快 所以我改了一下变数命名 那于是我们看一下怎么执行 我们如果Note的MT2.js A Dog Chester Kate 它会是一只狗对一只猫 如果Note的MT2.js一只狗追一只猫 请注意这个一只和狗之间有空白 狗和追之间有空白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翻回A Dog Chester Kate 所以中翻音音翻中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Note的MT2.js一只狗 确实一只猫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是 A Dog 追 A Cat 所以因为一只在字典里面会映射到A 狗在字典里面会映射到Dog 确实在字典里面它会映射到追 所以它就反过来把中文翻成英文 英文翻成中文 那同样的如果是Note的MT2.js一只狗咬一只猫 那因为咬这个字在字典里面没有 所以呢就变成Dog On Define Kate 因为这个没查到 那这是对整个字典程式进行的一个简单延伸 让它可以做中翻音音翻中的对翻试试